泰山你知道這個世界有六十億人 有哪件事情是大家都沒有在做的你知道嗎 那些事情 就是跟你在一起 跟 哈哈哈哈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師推車 今天來到現場是2016年的 雪佛蘭的英文怎麼唸 雪佛蘭豆 芝麻恩是日文 卡瑪羅 這個是新一代的黃蜂 但是呢我們現場來這台是2.0直列四缸渦輪的版本 275P 40.8公斤米的能力 0到106秒鐘 好 飛完了 沒了 結束 就這樣喔 沒有 再來比較特別的 除了它是比較小排量的飲酒 那這一台是2.0版本改了這個 ZL1的大包特群 欸這真的改的有點誇張對不對 這前面好像殘土雞耶 零零角角的啦 反正對不對 G肉車嘛 泰山最愛的G肉車嘛 好不好 先為大家來介紹一下這台車 有什麼地方比較特別的喔 我也是第一次買這個車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們買的是手排的版本 介紹一下它的外觀喔 它的燈做得很細很銳利 我很喜歡車燈是這種 我不喜歡那種 三角形延伸 像Wish Fit那種 嗯 很大面積的那種 不喜歡 我喜歡細一點 尾燈也是 這個人主觀的喜好 好不好 誤讚 我喜歡的 你不一定喜歡嘛 你現在都要澄清就對了 對不對 你喜歡的 搞不好我覺得很醜嘛 對不對 這本來就是主觀的東西啊 我們在尋找同溫層不是嗎 如果有同溫層跟我一樣 喜歡這種比較銳利 比較細的這個 單鳳椅兒的這種 誒大燈是吧 就可以跟小師這邊來分享一下 咱們就是同溫層的好嗎 那這台車我覺得 除了它誇張的肌肉線條以外 還有大鋁圈 245 4020 這鋁圈漂亮 當初這個車系 這款新款車系 標配四活塞的 Brembo代工的 四活塞的卡鉗 那這個一定是水貨啦 台灣已經沒有這個雪佛蘭的代理了 欸雪佛蘭以前有個很屌耶 Firebird 你知道嗎 尖端科技的接近 屁立車嗎 是一台人性化的電腦車 好 出現在這個無奇不有的世界 藍波洛基里麥克嘛 你知道嗎 藍波洛基里麥克 哈哈哈 有沒有 國小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過 有 有聽過對不對 那正常那個美規的車型 這邊應該是黃色的方向燈 可是它用了這個 用薰黑的貼膜 欸這方向燈怎麼這麼好聽啊 這黑起來就黑出來了 好不好 現在教大家怎麼幹卡馬路 幹那個東西幹嘛 首先你要有一台卡馬路 你才能幹到意義嗎 對啊 對不對 還沒那麼好找 除了它這個也是改了這個 比較誇張的大包 很像踏板 然後要上車 不行了不能踩了 我斷掉 你有沒有發現它這個鏡子有夠小 怎麼那麼小啊 這個一定很難開 視野一定很差 一卡多一點點而已 哦 對耶 你看人家隔壁挨死就要 一卡 哇兩卡 那鏡子高度差很多 然後 我那天開回家 我發現就很鳥 因為我那個 停車位很小 所以我都要停很靠近牆壁 對 那我就先叫老婆下車 然後我要摺鏡子 然後盡量停靠近牆壁 欸找不到 變折後照鏡的開關 好 OK Fine 大丈夫です 不能變折嘛 那我就窗戶搖下來 跟我老婆講說 欸麻煩你幫我把那邊的鏡子折起來 我老婆在那邊 欸 好像不能折耶 怎麼可能有不能折的鏡子 這什麼時代啊 我就 窗戶也要下來說 欸 真的不能折 幹真的不能折啊 這奏戲耶 我靠啊 所以印證了 小吃在一年半以前的那句話 真正的男兒 都不折 麥克尼亞沒過就是 落下長 哇 這台豪邁 好 然後再看 哦這個 輪壺已經快變成平面的這種做法 在什麼車上面體現的最明顯 你知道嗎 林寶千里 它這個後面就是整個 整個是平 這真的是肥臀 翹臀 這個後窗的視野一定非常差 它坐這麼斜嘛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棧板 你知道嗎 所以你可能剩下這樣子的範圍可以看 既然來到後面 我先拉後車廂 我們先看後車廂 等一下再看室內 嗯 好不好 後車廂的開關 在這裡 嗯 哇 哇 看人家後車廂好小哦 這個碳山塞不下去耶 它這個我看到是覺得蠻特別的一個設計就是 你看它這個地方坐這麼平 那它的排水 排水孔是坐在這個地方 要不然這邊會蓄水啊 但那邊變一個蓄水池 一般的車是坐斜的嘛 那它坐平的 所以這邊容易有水 所以它從這邊排掉 所以這個洞就是哦 對啊 它會經過這個後尾燈內側 然後排到地上 好 那我們去看室內吧 哦它有這個 它有這個iKey的 嗯 有沒有 鎖門 我不知道我覺得做按鈕比較好 你像那個B&W那個啊 它沒有按鈕 然後它就是你 一拉門把就開門 然後我每次鎖完有沒有 台灣人習慣嘛 诶試看看有沒有鎖起來 然後一拉又開了 永遠都有一種不安心感 就是我不確定 我的門有沒有鎖起來 你那是粗老 這不是粗老 那個從小到大哦 從父親那一代流傳下來的一個習慣 就是鎖完門之後 要拉一下門把確認有沒有鎖好 哦很大片的門 無框的玻璃 诶它會不會自動上升 應該也會吧 有沒有 哦都會 你像IMPRESA無框玻璃就不會哦 IMPRESA它的設計是利用一個角度 你開門的時候 它玻璃是不會動的 但是它剛好閃過水接 哦 然後關起來的時候又剛好可以插進去 所以它是巧妙的利用這個設計 來減少這個馬達的這個支出成本 這種雙門車門都會比較大便 有沒有 哦 所以另外一個壞處就是 你到一些工業停車場 如果它位置化太小的話 我跟你講開這種車會遇到一種窘境 首先 MACUNIA不能折 你免為西南停進去了 你才發現 你跟妳老婆都下不了車 因為啦門一開就 撇到旁邊的車嘛 即使運氣好 你們兩個都下車了 逛完街回來 媽隔壁的來一個 他媽的琴阿掌 離你近一點 兩個都上不了車 我真的就遇過 上不了車就上不了車 那你後來怎麼辦 等啊 後來怎麼辦 要不然再逛街啊 塞進去 因為門打不開 所以又去花了媽 三千多塊 又去逛街 花三千多塊 呵呵呵 不過這一代的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它的塑料噴漆的品質很差 你看像它這邊已經開始有一些刮傷了 而且啊 它這個用久的都會掉漆喔 可是它不是環保漆 我這樣摸起來它是不黏的 有一些車友啊 用久的這個都會整片掉下來 有點像什麼你知道嗎 有點像Focus的那個 室內循環AC的那個按鈕 喔 它不是環保漆可是它會掉喔 嗯 看啊 我講到這個 你知道嗎 深油同感 像你知道我要表達意思 那也不是環保漆 可是它就是它的烤漆 當時的附著度不是很好 或者是台灣的氣候潮濕炎熱 所以它久了 就整片剝落 不過這台車看起來 目前是還OK 看室內 欸看 它這個還去買這個 你看 有沒有 這面Mark有看的有沒有 那它這個 當初喔 手排的都是比較簡配版的 所以它配的就是這個 容不已 喔 它這有個快速青島 幹這後座怎麼坐人啊 這個 現在這個椅子啊 是我開車的距離 你看後面這樣怎麼坐人 腳沒地方放啊 人只能載小朋友而已吧 嗯 喔 小狗可以啊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這個拉把 有一個小洞 不然就這樣嘛 這個啊 你上不了車就從後車上進去就好 對啊 可以喔 快速青島爬進來 對啊 沒有 我是想說可以把小狗丟在後面 讓它跑來跑去 喔 這樣它運動空間蠻大的 那它這個 這一代已經有IQ了 這個很有趣 你看它這個轉調溫度在這裡 那是調溫度 對啊 調外圈啊 而且你看這裡顯示有沒有 25有沒有看到 2627 對 我轉這個嘛 上面也有 然後這個 這邊外圈就是風速 然後風速這邊也會顯示 可是幹這很小 這誰看得到啦 誰誰看啊 只有夠小的啦 哎 反正這種車喔 你要嫌它 你要怎麼嫌 然後這就是一台小跑車啊 它放置物空間很小 飛架就只有這兩個小小的飛架 然後這邊有一個 不知道衝三角 小朋友對不對 這是幹嘛 不是 這支物盒怎麼會有人做 這麼賣啦 啊這塊幹嘛 你不覺得很浪費空間嗎 它為了要塞這個杯架進來喔 而且它這杯架是一大一小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只能放細罐子 這個薄朗就進不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你把這個扶手做這樣 啊這個尖角要幹嘛 點鹽器做一下嘛 很奇怪 你會不會覺得插在路中間的感覺 你副駕駛做手要扣一腳都爽的 還要放涼的 涼的又放不開 這如果像台灣要喝的 你買一個好熱啦 好熱啦你知道嗎 真的 發票劑的啊 對 是怎麼放 它這個應該都 它這個都英文介面啦 這沒有漢話 那種水貨車就這樣 我覺得這個車喔 大部分都是很有情懷的人開的啦 不然就是像泰山這種媽喜歡肌肉車的 那我們看一下引擎長什麼樣子 你看這車頭有夠長的 好長喔 超長 野馬是不是也這麼長 差不多 我靠 欸有沒有看到它是直列式的 打開看到這麼小一顆 這樣很不習慣 我跟你講其實很好 好秀 以前的Toyota喔 Premio 我講Premio就好 很少聽到在抓溫度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引擎室的空間 坐的這個地方坐很大 那這裡不會有那個熱窩流迴旋在這邊 你如果一些很近的 你那個熱都會聚集在這個地方 在那邊盤旋 引擎溫度就很容易水溫過高壓力過大 現在大部分坐車都希望把引擎性量往室內塞 配重的問題 除了重心比較穩定以外 還有第二個就是可以製造出這邊比較大的一個 散熱的空間出來 哇這水箱做的好厚 欸美國車啊 空用汽車 GM有沒有 他們很喜歡做一個東西 他們在這邊都會再做一個拉桿去盤火槍 但是我跟你講喔 雖然我不懂 但是我覺得這兩根拉桿看起來就很爽 就很粗壯你知道嗎 你會覺得你的穩定性會好很多 就很像很多人日本車去加拉桿一樣 有的是拉六角形的你知道嗎 它除了這邊兩根以外 這一邊過來也會有兩根 第二個發現 你看它這個水箱架做的很細 一般我們看它日本車的水箱架是做這樣寬的 可是你以為它這樣細 它就結構比較差嗎 不是我告訴你 日本的水箱架雖然寬對不對 可是它是薄薄的一片 可是你看喔 這個是一個正方形的鋼管 所以這個結構不會比日本車的水箱架差 然後你看啊 哇它這個什麼東西都做的很大 還有它2000cc 你看它的進氣管路啊 還有你看它底下這個幹超粗的 那個應該是那個 啟動馬達 超大一顆 然後你看它方向機在這邊好明顯 方向記住 一目鳥男啦 黑黑那一個呢 黑黑的 黑黑的對不對 顏色比較深那一個 對喔 呵呵呵呵 你不要那麼高了啦 迪賽啦 順便我這邊看到一個 它的電瓶是不是市場在哪裡啊 我怎麼沒看到電瓶 這不適合 電瓶電瓶 這保險適合 會不會到後面 搞不好 它的主線在這 這個那麼粗 這個一定是主電 然後可能先到後面去 我去查一下電瓶 你看像這種 電瓶不在前面的車 你要接電很麻煩 通常就是你看它這邊有做一個正電 有沒有 正電就夾這邊 負電就夾一些鐵的地方 比如說這個 對啊 螺絲啊 要不然有的是夾引擎的吊耳 然後我去找電瓶 我現在才發現那一種沒看到電瓶 然後有了 車子 對啊電瓶長在那邊 感覺滿麻煩的 很麻煩啊 你看這怎麼接電 這要換電瓶 要把這整個內飾板 連這個卡扣都要拆掉 才可以換得到電瓶 要不然換不到電瓶 這也是滿麻煩的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出去 測試一下看開起來感覺如何 現在這個是 這一代好像是第六代 載車 我覺得它的離合器非常的輕 一般有時候 你那種車 感覺像性能車款有沒有 你感覺你會 有時候會覺得那個離合器很重 踩起來很不友善 因為怎樣 我們買這種車回來啦 你總不可能的話 一上路就是在比賽吧 所以其實 這種日常設定很重要 它這個彈性的感覺 你知道它大概只有比 我們店裡那個手排的Ice 重一點點多 是喔 對啊 這離合器超輕 它扭力有40.8公斤米 它這個40.8公斤米的扭力 跟275匹馬力 其實你在2100轉超過之後 大概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全部 百分之九十都發回出來 好 加速一下好不好 好 加速 喔 幹 這樣有 哇 哇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沒說 有ㄟ 你看我好久沒有試跑車了 媽的 現在就想試什麼? 仙草什麼 它這個車子 你雖然看它那麼大一麥有沒有 它開起來很輕 這一代的重量比上一代輕了 好像輕了80公斤左右 然後它底盤設定全部都改成鋁合金的 所以我這樣子整個開起來 雖然我在看它的時候 我覺得它好像是一個很大邁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開起來很輕 我先撇除掉這個安全感的視野的問題 事實上我如果閉著眼睛開起來 我覺得甚至開起來的感覺 比我在開Focus手排的時候都覺得都還要輕 這個整個轉向的感覺很靈活 它不覺得是一台軸距很長的車子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這種車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覺得買回來真的就是一個 人家講方卡 就是只要開得帥帥的數據而已 在我心中真正的肌肉車 我跟你講絕對是大排輛自吸車款 自吸一定知道 然後再自己吸自己 我不是啦 有沒有感覺那個油門灌下去 車頭會翹起來那種有沒有 他媽的我們這種是從小 被那個玩命關頭灌輸的 有沒有 就是要排氣量很大 最好節氣門還要突出 在那邊有沒有 在那邊扁著扁著有沒有 開關開關這樣有沒有 他媽的一隻小鳥飛過就吸進來 然後從排氣管噴出來 對 血肉模糊 烤熟的 我媽的你那種地獄嗎 這個車喔 坦白說它底盤 雖然開起來很輕巧 可是我覺得還是偏軟 美國車的設定 真的就是還是會有搖晃感 所以它雖然把它 車子設定的很輕勻很好開 然後拉轉速也很快 加速也很快 可是我覺得它的懸吊還是偏軟的 每次開到美國車我想到一時候 看鑽仔在那裡搖來搖去 搖來搖去 我給你搖來搖去 搖到半邊 哇 大家就覺得這車就是 真的是蠻晃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 坦白說 我會把它的軸距跟它的尺寸 跟上次我開的S5 微微同一個尺碼 可是 S5開起來 我覺得更軟 更像闖晃 因為S5要 你要把它轉成那個 Dynamic的那個模式 它的避震器才會變硬 但你沒有轉之前 其實它的那個 車身重量感很重 它雖然馬力很大 你油門吹了會衝 可是 其實你在這種 市區停停走走 或是低速過彎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 車子的重量感 但這個車開起來 完全是沒有重量感 它輕到 我真的覺得 我在 我真的比較誇視 很像以前在開手排鞋 我想這個停紅燈 有沒有 這車停紅燈 你就是要故意放下煞車 然後稍微讓車子往後滑一點 那後面那台車就想說 噢 幹你啊 前面那台Q8的 我跟你講 你習慣性 我開手排車有個習慣性 我如果 停在斜坡後面有車有沒有 它正慢慢的要過來跟著停的時候 我會故意讓我自己 往後滑一下 然後後面那台車看到 它往後滑 它就停遠一點 小技巧跟大家分享 因為有時候我們 坦白說 雖然我們老手有沒有 那在我們還對車沒有很了解的狀況之下 我們上坡起步還是會有點壓力 所以我在停紅燈 我發現後面還沒來 我會故意放一下那個煞車 讓這個 我的車子稍微往後滑一下 然後我就會踩住 然後後面那台車 看到你有往後滑這個動作的時候 它會怕 它會停遠一點 真的真的真的 屢是不爽啦 這個車 開起來是舒服 雖然它是這種跑車 美國人就是這樣 它的椅子你有沒有覺得很軟 厚 海綿很厚 對啊 很舒服 可是包覆性 坦白說 差了一點 因為它旁邊 我們今天這個是融布椅的 它是布的 所以它其實比較滑一點 所以其實身體是會滑動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開起來真的很輕鬆 你一旦習慣這個車以後 我覺得就無感 我剛開始 剛開始要出公司門的時候 我想說 看不到 你就很大啊 你不習慣啊 那一視野很像 媽車頭 你看媽 我要這樣才看得到 我這樣子做 基本上我只看到這個 看到陀峰而已啊 看這個人家多瘋有沒有 不過這個方向盤我很喜歡 這方向盤讚 它這個是50週年紀念版的方向盤 它這裡是carbon的 這真的carbon 然後這個是反皮的 然後平靶 這邊有個50的標誌 質感提升 這方向盤讚 然後雖然喔 我說 當然對於我來講 坦白說 因為我們開 我開過的車比較多嘛 所以其實我 習慣得比較快 我說實在的 我現在其實已經開習慣了 而且再加上說 它真的 開起來比想像中來的流利好開 加快了 我習慣它的速度 但我相信如果一般的人啊 你是從一般的車子 想要來轉換成這種 美式肌肉車 或是像泰山這種 對不對 迷途的羔羊 怕不知道路的 你可能要花的時間 就要比較長一點 但你覺得這種 肌肉車適合跑山嗎 我其實我本來 我今天我設定是高速公路開就好 可是我開了它以後 我覺得我想要來三度試一下 因為我覺得它的指向性 跟它的底盤啊 比我想像中靈敏 所以我才剛剛我才決定 我要來開一下三度 好開喔 好開嗎 好開喔 超好開的 順 超順耶 不像一台很大很寬的車 不像 沒有 那是因為我技術行 雖然它沒有 那時候開M3的那種 雪脈分上的感覺 可是它整個 如果說 有機會 你能開到這個車 你會覺得它 真的 你能體會行雲流水的那種感覺 它這個車 很神奇耶 為什麼 我剛剛覺得說 它的避震器偏軟對不對 可是我發現它這個 軟中帶硬耶 就是當你需要支撐的時候 其實它會把你撐住耶 但是它又讓你在過坑洞的時候 不會有那種 彈跳不舒適的感覺 它這個彈跳的穩定扎實度 比很多的 我覺得比很多的BMW的彈跳都來得小 雖然我們比較喜歡那種 我剛剛講的嘛 被玩命關頭講到說 好像感覺要很大的排氣量 然後 要V8 V10 V12對不對 最好是油門補下去 車頭翹起來那種有沒有 可是呢 在台灣 它出了這個2.0T的版本 雖然聽起來鳥了一點 但是 反而變得讓我們比較更容易去清金 不管是你之後的養護啊 油錢啊 稅金啊 稅金 對不對 而且我站在我的立場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這一個 我開起來好開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因為我打從我把它開出來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它有這麼好開 所以好開就算 我們就算賺到了嘛 要不然我本來我的想法是這種車 我們就是要開出來有沒有 漂漂亮亮的大鋁圈 然後 這個窗戶搖下來這樣 哦 哎 幹 它這個 快很難 窗戶太小 你坐太低了 我在坐高會頂到上面啊 這最高了 幹也是不行啊 幫它搓耶 放個那個饒舌月有沒有 I go give me to my mind I'm right here I'm right here 所以我說 車子再怎麼樣 跟上次畢竟講的一樣嘛 嗯 你再怎麼樣你外面也要帥帥一點 外面漂亮漂亮 裡面才夠貴 對不對 其實275P 它2.0T做到275P也算是 蠻厲害的耶 你正常的2.0T應該都只會做到200出頭而已 好 接下來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車 現在在市面上的價值 其實在之前 大黃蜂電影還熱潮還沒有退的時候 它的價格應該是要跟野馬是差不多的 嗯 因為他們其實都代表著美國精神 都是在美國都是屬於非常平價的好車 所以你不要看喔 你看美國喔 有三個廠牌 那個 三個美國精神的代表 野馬嘛 對不對 嗯 雪柏蘭的這個 Camaro嘛 還有一個什麼你知道嗎 Channel 對 到齊挑戰者 這三台車喔 你在美國的修理場 每一間都會修 嗯 就跟台灣的 Marche Toyota一樣 因為這三種車是他們最public的三台 平價的跑車 所以說其實在美國這個車 只能算是一個很平價的 一個人人的車庫都可能可以擁有一台的這種 小跑車而已 嗯 所以很多人會疑問說這個車之後要去哪裡保修 那基本上因為它這個直列四缸的這個引擎 它結構其實還滿簡單的 那問題會發生在什麼你知道嗎 等材料的問題 但是據我所知台灣已經有一些貿易易商 有進一些材料在做UB 而且其實現在有那個叫做肌肉車俱樂部 可以加入 那裡面很多車主都意見交換 所以其實Camaro在台灣的數量不少 是比野馬差的坦白說 因為野馬的強項是 它有總代理 對 不過它水貨也很多 但是因為它賣的數量 還是有比Camaro多 所以說以前喔 大黃蜂還在盛行的時候 這個車的價格應該要跟野馬是差不多的 那現在2016年的野馬 我們講野馬就好了 車上在收購的價錢應該會在90萬左右 那觀眾朋友消費者去買應該會在100出頭 這是一個現在野馬的行情 但是呢正常來講 這個車我覺得應該要比這個野馬差一些 但坦白說這台車我 第一個我看它是手牌 手牌我去目前市場找 我是沒有看到有在買的 我當時買的時候我是看沒有才買的 我這個人就是喜歡這種 別人沒有我有的感覺 那這一台車我坦白說 我不能跟大家分享正確的行情 因為沒有正確的行情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買的價錢 我這台車收購金的價錢是102萬 有時候二手車收車是這樣 我們要去互相同行問一下 討論一下說有沒有人買過啊 那你買多少錢啊 你成交的紀錄是多少錢啊 那作為一個參考對不對 不好意思這台車我問不到 然後我就自己憑感覺 本來跟它出95萬 然後一路被拉 現在我跟妳講 現在消費者比車廂還強 都你害的啊 都我害的 叫太多 沒有啦 我說買東西是這樣 因為齁 對方可能也是一個很厲害的業務人員 是喔 它嗅到了我想買的味道 所以它就從110 我從90幾 然後拿110 然後一路 跟它這樣弄弄弄弄弄 最後成交是102萬 而且通常啦 我們買啊 一定買整數100 會買101 這個數字就代表什麼你知道嗎 我輸了 要不然當然啊 不然100整數啦 有沒有 如果我買99、98 就它輸了 賣的人當然會想說 那我要100萬 看看好 好啦 反正我最後 我就是跟它買102萬 那回來開價 再拿100萬出來做生意 要賺多少錢就好 10萬 哇 看 賺多少錢 賣一台 賺一台 10萬 差不多啦 所以我們應該要看在110幾萬吧 一層 這如果沒有倒車鞋 我來講不要停車 但它雷達準嗎 看它有倒車雷達嗎 我不知道 它好像沒有倒車雷達耶 先試著找一根柱子 穿看看 看它會不會跟兵力一樣 看不要啦 那你去後面看 你去後面我看有沒有雷達 我記得沒有 站近一點啊 沒有雷達啦 所以你看 它這個車壓力大不大 你看 泰山 哇 泰山關門很帥 等一下我抓這裡是不是 對啊 我跟你講這種車上車有沒有 就是要抓這裡關門 對啊 我都練過了 你知道 在夢裡已經練了五十次了 對啊 所以我們賣可能會賣大概110萬左右 那我覺得這種這個車 你要說什麼很特別的 坦白說我覺得還好 就是真的外觀 讓人家看起來是一台很特別的車子 然後很帥的車子 那你可能要面對幾個問題 倒車雷達可以裝 倒車鞋影原本有 可是因為它的尺寸啊 嗯 的關係齁 在外面找停車位的時候 你到一些公有停車場 你可能很多機械車位什麼 因為寬度 因為你連後照鏡都沒辦法折 所以你可能要一個 找一個很空曠的位置 很長的位置停的啊 對 那如果撇除掉這個不好停車 這個東西 基本上養護啊 碎筋啊 油耗啊 開起來的那個爽感 真的都還蠻棒的 但是我還是覺得 6200的比較好 欸每次肌肉車 低排量能看嗎 對不對 我們像泰山也是媽的 不准買新2.3的也 是 對 媽的 不是5500就是370 選一種 370 你只能這樣選一個 對阿不然我不理你 我會幫你找的啊 你自己去別間車行買 不要說是媽我這邊出來 我去別間車行買 我還可以進公司 可以啦 不要丟我的臉 對 它除了沒有上坡起步以外 它也沒有Auto Hold 我在想一件事情 它現在沒有斜坡起步對不對 它也沒有拉放的手煞車 它是電子手煞車 對耶 剛都沒有住這樣 如果有時候我要怎麼 有沒有 以前不是上坡起步 那個考駕招 你知道嗎 要怎麼用 那Auto Hold可以 可以用那個嗎 上坡起步嗎 不行吧 Auto Hold可以嗎 我們等一下試看看好了 要不要 我們等一下在我們公司的斜坡試一下 試一下那個 電子手煞車可不可以用 上坡起步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Camaro的分享影片 好久沒有推車了 耶 因為下雨天 沒得推 好不好 沒什麼好推的 好啦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分享留言 好不好 那我們做更多影片 跟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 stationed 好了 aspects 你們 來 大家 i remember back when i was younger i was happy nowadays feel like no one understand me i'm with an artist till he unbought the baby babies yellow taxi she wanna eat me like candy run up the racks track me i'll run up the racks like an athlete big fag she rub the dick she's like s ballin' like dick fives told her i love it i ain't really mean that yeah i remem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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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have to pay for the money 好我現在停在這卸過 對不對 卸過 好 那我現在插一手 然後我放 有啦 有 有它hold一秒 你看再次哦 這樣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要放煞車 踩油門對不對 放煞車 兩秒 兩秒 它有停下來 對有hold兩秒 可是我還是要試 我還是要試 這樣嘛 對不對 現在鎖煞車拉起來了嗎 那我現在要放煞車 鎖煞車幫我Hold著 那我現在不用了 按掉 欸有欸可以啦靠腰 可是放得很急 幹 沒有一點那種 Smooth的感覺 所以事實證明是OK的 好不好電子鎖煞車也可以 上坡幾步